对然后其实今天他不只在北大 他演讲大概50分钟左右 然后其实我们也可以关心他今天其他的行程 在演讲完之后呢 其实李瑶会去看一个癌症病童 就是15岁的癌症病童 这癌症病童呢是透过台湾一位出版商 转达了他的就是他可能崇拜李瑶的心情 还有他自己很想亲眼见到李瑶 那这个行程其实是临时排的 李瑶之前呢其实他希望他行程越简单越好 因为他其实这次来到大陆 他最着重的就是他的三场演讲 能不能够让大家觉得感受非常深刻 或者让大家有所体悟 其实很多人是关心 希望能够为两岸带起另外一番新局面 不过李瑶自己说 他希望不要在政治层面琢磨太多 他比较喜欢的是大方向大格局的东西 那因此其实今天在演讲完之后呢 他还是会去 他还是有发挥他的善心 他觉得这位癌症病童那么喜欢他 所以他会去看一位15岁的癌症病童 李瑶先生呢现在已经步入了演讲会的现场了 对于北道来说 对于李瑶先生来说 这真的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我们在现场已经听到了掌声 跟大家起立具意 在富凡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陪同之下 他进到了北大演讲会的现场 我们听到现场这个北大学生 慈离比落这个欢迎李瑶回到现场 回到这个北京 以及来到北大的这个声音 真的是不断了 尊敬的各位来宾 尊敬的各位来宾 老师们 同学们 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李瑶先生 北京大学演讲会 现在开始 首先 请允许我介绍 在主席台上的嘉宾 台湾著名作家 李瑶先生 凤凰卫视 洪谷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执行总裁刘长乐先生 北京大学方面 今天出席讲演会的有 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敏维芳教授 我校各院系老师和学生的代表 让我们对光临北大的各位嘉宾 表示热烈的欢迎 现在 请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敏维芳教授致欢迎词 尊敬的李瑶先生 尊敬的刘长乐先生 尊敬的各位嘉宾 老师们 同学们 朋友们 今天 在这样一个美好的 秋高气爽的日子 我们十分荣幸地邀请到 台湾著名学者 李敖先生 来到我们北京大学 发表演讲 首先 我仅代表北京大学 全体师生 向首次回到大陆 进行神中文化之旅的 李敖先生 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以致力良好的住院 李敖先生 是台湾著名作家 和文化名人 1935年 1935年 生于哈尔滨 1937年 随全家迁移北京 先在新闲胡同小学就读 后在1948年秋 考入北京名校四中 1949年1月 转入上海鸡龙中学 对于在北京的这段求学历史 李敖先生本人讲过 北京文化古城 以幼石环境 使其在智力上找书 从小就养成读书 买书 藏书的癖好 1949年4月 李敖随全家迁居台湾 定居台中 跳班考入省立台中第一中学 读初二 中学时代的李敖 便显示出自己独立思考 绝不追随世俗大流的个性 由于对当时台湾的教育制度不满 他在读完高二后 便自愿休学在家 博览群书 1954年下 他考入台湾大学法律系 未满一年又自动退学 不久再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 1961年 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 李敖先生的作品自成一家 纵论历史 横指众生 嬉笑怒骂 阶层文章 其畅快林立的文字和尖锐辛辣的评论 充分展示 大家介绍的是 李敖先生的父亲 李敖宜先生 是我们北大的校友 1920年9月 李敖宜先生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 于1926年6月毕业 毕业之后 李敖宜先生主要从事中国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 另外 李敖先生的大姐李敏女士 姐夫周克敏先生 二姐李敖女士 也都是我们北京大学的校友 今天 李敖先生 来到他父亲曾经读书的母校 发表演讲 我们也迎来了李敏 李巡和周克敏三位老校友 返回母校 我们感到十分的亲切 让我们对他们的到来 再次表示热烈的欢迎 近年来 我们北京大学 在两岸的文教学术交流中 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今天 李敖先生的到访 对进一步密切两岸学术界 文化界的联系 促进两岸知识界的良好互动 继续推动两岸的和平友好交流 具有十分积极的影响 我们也诚挚地欢迎 越来越多的台湾学者 来大陆 来北大访问讲学 同心协力 将我们中华文化发扬光大 最后 预祝李敖先生 北京大学演讲会 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敏教授 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李敖先生发表演讲 各位终于看到我了 主任 主任 校长 总裁 各位贵宾 各位老师 各位小朋友 来演讲 紧不紧张 紧不紧张 紧张 站在大厅广众面前 很多人 他可以指挥 千军万马的军队 可是你让他讲几句话 他就怂了 不敢讲话 什么原因 胆小 美国打赢南北战争的将军 格兰特 指挥千军万马 打赢仗 林肯总统 请他上台 给他勋章 让他讲几句话 他讲不出口 为什么 怕这玩意儿 一讲演 就紧张 前天晚上 我编了一个故事 迷糊 做蹦的时候 编了个故事 北京大学 一个女孩子 进了一个小房间 忽然看到一个男的 在这个小房间里面 嘴巴里面 念念有词 来回走动 这个女孩子就问他 你在干嘛 他说我在背 讲演稿 他说你在哪儿讲演 他说我要在 北京大学讲演 女孩子问 说你紧张吗 他说我不紧张 女孩子说 如果你不紧张 为什么你到女厕所 来干什么 这个人就是连战 台湾有一位歌星 很有名的女人 叫做崔台青 你们不晓得 这三个字的意思 崔是吹牛 台是台湾人 青是青年人 台湾要靠混 要靠是 能吹牛 又是台湾人 又是青年人在混 连战就是这种人 他可以糊弄别人 糊弄不到我们 可以糊弄你们 至少前一阵子 糊弄你们 今天 今天一个重要的标准 就是你们觉得 任何人觉得 连战讲演好的人 我就要警告你们了 今天你们可能很失望 为什么呢 因为我无法花一个小时 把你这个观念转过来 就是你已经上了 连战的档以后 我很难把你转过来 我在这儿 埋怨一个人 埋怨我的老板 凤凰电视台的 刘长乐先生 为什么埋怨他 他把我鼓求到北京来 对不起 我一看到你们 就讲了很多的香音 鼓求到北京来 可是 我已经在 中国大陆 在凤凰电视台上 讲了有四百多场了 你们对我相当的熟悉 用一个熟悉的眼光来看我 我今天要把这个讲演讲成功 这个是高难度的 你们对连战完全不了解 你们看到他吗 所以对我熟悉 对我是个困难 这个困难是刘长乐老板造成的 所以我今天有所抱怨 现在总要开始讲正题了 罗马教皇 现在说罗马教宗 我们那个时候老一辈的人还叫罗马教皇 庇护十二讲了一句话 他说你演讲的时候不能用稿子 为什么不能用稿子 用稿子表示你记不住 如果你自己都记不住 你怎么样让听众记得住呢 你这个演讲就是失败的 所以大家看好啊 没稿子 也没有小超 可是我带的一些证据是有的 等一下会显配证据 我必须跟大家说 接下这个演讲的时候 是刘长乐老板告诉我 一五一十规格地告诉我 最后我就问他一句话 把他问得愣住了 我说有没有铺红地毯呢 我进门的时候有没有红地毯啊 他说你没有 克林顿有 连战友 你没有 我说为什么我没有 他说 他们是赞美我还是抗议 我说为什么我没有 他说 北大 尊敬你 把你当成学术演讲 所以不铺 红地毯 校长 是不是这个意思 主任呢 是不是人 我说好 我今天在做学术演讲 讲得好 就是学术演讲 讲不好 讲一半 铺红地毯还来得及啊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 因为不然人家说 北京大学 尸的眼啊 怎么可以给李敖 不铺红地毯 给你当官的 或者政治人物 铺红地毯 大家知道 我在这儿 很多人眼睛看着我 说你李敖 骂过国民党 骂过民进党 骂过老美 骂过小日本 今天你在北京 你敢不敢骂共产党 很多人都不怀好意啊 你看心态乐祸 看着我 我告诉你 我先不骂共产党 我先赞美共产党和国民党 曾经打倒的一个势力 那个就是北洋军队 为什么赞美北洋军队 大家知道吗 北京大学怎么出来的 北洋军队 什么人叫蔡元培校长 做北京大学校长 那时候蔡元培是国民党员的身份 是北洋军队 北洋军队有这个度量 把全国最好的一个大学 交给跟他敌对的一个政治势力的手里 那个就是段林元宏当时干的事情 我们现在骂北洋军阀 我们有什么资格骂北洋军阀 北洋军阀比我们度量宽大的不得了 今天除非把我李奥放这 来做北大校长 对不起好像在抢副校长的位置 否则我们就不要骂 北洋军阀 我们要做历史性的反省 今天我在这儿跟大家谈一些事情 我来出发以前 各方友好都劝着我 拉着我 这话别提 那话别说 都这话 刚才我在主人面前还讲了一句话 我说我来北大讲演分两类 一类就是金刚怒目 另外一类就菩萨逼梅 你们带我还不错 今天开始菩萨一点 我看到有人不笑 为什么不笑 因为放不开 为什么放不开 心里有顾忌 我跟大家 我谈一件事情 在克里登站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他很大胆地引用了一句话 就是他说以前北京大学一位教授叫做胡适 讲了一段话 这段话呢就是说 有人说你要为了国家牺牲你个人的自由 可是胡适说争取你个人的自由 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 柯林顿引证这句话的时候 没引证完 他身边的那些顾问呢有了问题 下边还有一句话没引到 就是说胡适说 一个真正的开明进步的国家 不是一群奴才造成的 是要有那独立个性 有自由思考的人造成的 所以克里登的演讲 引证有错误 后来又来了一个人 又是连战 他在这个讲演场里面 提到了四个字 有点犯忌讳的 可是事实上他提到了 叫做自由主义 各位啊 连战对自由主义的解释 完全错误 他轻描淡写的说 胡适把自由主义带到台湾 所以台湾有一股自由主义的学风 在学校里面流传下来了 我告诉各位 没这个事 没有人敢这样做 包括连战 他们都不敢这样做 所以自由主义这四个字 虽然在连战的演讲里面 在北大的讲台上面出现了 我告诉你 没有这个东西 很多人说我李敖 是自由主义者 说你自由主义者 你在大陆 你在共产党统治的地区 我们要看你讲什么话 你要不要宣传自由主义 我告诉大家 我要宣传 可是内容 跟你们所了解的 有出入 什么是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 我们看到学历上来讲 你出一本书 他出一本书 学历上非常的高深 对我而言 没那么复杂 自由主义 只是两个部分 一部分 是反求诸己的部分 一个部分 是反求诸 宪法的部分 什么叫做反求诸己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台湾过去在清朝 统治之前 是给郑成功来统治 这是了不起的中国民族英雄 郑成功 他爸爸投降了 郑成功不肯投降 郑成功 妈妈在福建 被清朝的兵 轮奸了 郑成功很痛苦 发现母亲被轮奸了 怎么办 我告诉你 怎么办 他把他母亲身体切开 注意啊 用水冲 冲洗他的母亲的尸体 他认为他母亲被轮奸以后 脏 这个女人脏了 他的母亲脏了 我们说肩污 肩是个动作 污是一个结果 被肩污了 什么办法呢 用水来冲 才能够解开 郑成功自己心头的 这个压力和痛苦 各位想想看 在五四时代 在新文化运动时代 有一个问题 只有胡适先生解决了 别人解决不了 就是有一个北大学生提出来 说他的一个朋友的姐姐 被土匪抢走了 绑票了 当然也发生了 刚才我所说的那种不幸的结果 问北大的这些自相家们 你们怎么样解释这个现象 大家解释不出来 胡适先生做出解释 他说 如果有男人 要讨这个被害的女孩子 做太太 我们要尊敬这个男的 这是胡先生的话 胡先生意思是说 一个女人被强暴了 在生理上 其实变化很小 手被创了一下 被隔了一下 心理上难过 所以如果有这个男的 能够破除这种情节 这个男的了不起 我们应该尊敬他 从郑成功的例子 到胡适的例子 大家想想看 就是我们当被自己 被困扰的时候 我们如何能够解开 俄国一个有名的小说家 叫库布林 他写过一本书 雅玛 雅玛什么故事呢 是一个俄国的妓院里面 大家都在接客 忽然来了一个女孩子 如花似玉 漂亮的要死 当然很多人愿意 跟她上床 她赚了好多钱 红得不得了 一代铭记 有一天 她跟其他的妓女聊天 她说 姐妹们你们知道吗 我还是处女 我是处女 那些姐妹们 大家都笑起来 跟着跟着笑起来 说你是什么处女 我们整天卖的是什么 你怎么是处女 这个女孩子说 你们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我是共产党 为了我的党 为了我的主义 我们需要钱 需要我来卖 赚了这个钱 来帮助我们的党 我们俄国要革命 我是在做一件 伟大的卖身 可是我的精神上 我是处女 你们不了解我 大家注意到 有人说是唯物主义 你李奥站在这里 谈的全是唯心的 唯心主义 当我觉得我不是妓女 我就是处女 这是高度的唯心 有人会问我 你这话是不是跟马克思不同 我告诉大家 马克思就是一个典型的唯心论者 你们以为他唯物吗 我认为他唯心 尤其他抄别人东西的时候 更唯心 你们说你李奥说 马克思 我们北大还有学院 马克思学院 抄什么东西 大家核对回来看 英国的首相格兰斯顿的演讲 马克思资本论里面引证 灭造了格兰斯顿的话 格兰斯顿没讲过这个话 亚当斯密的那些话 马克思引证 没讲过这些话 马克思说 工人无祖国 这句话不是马克思说的 这句话是 法国大革命时候 那个英雄马拉讲的话 为什么我们这样子都被马克思给骗了 还不觉得呢 最重要的是 1890年8月5号 马克思的好朋友恩格斯 写本信给史密特 里面一段话说 马克思亲口告诉他 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自己都不信马克思主义 我们那么急干嘛 这话说了 大家好像都不在笑 我告诉你 这就是我感到难过的一点 为什么 讲演做到这里 最怕四样事情 第一样事情 人不来听 第二件事情 来听了 跑去小便 第三个 小便以后不回来 第四个 不鼓掌 世界三大南高音 里面有个大胖子 他跟我同岁 你中间还个小胖子 中胖子 叫做费南多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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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mingo Domingo一上台 就这个姿势 干什么 请你们鼓掌啊 为什么不鼓掌 因为我讲话 太传神了 你们都忘了鼓掌了 鼓掌子掌吧 你们不习惯 我这种讲话的方式 可是我必须说 我在讲这种方式 今天我站在这里 大家说 你要不要骂共产党 刚才我说过 我先替北洋军阀 讲了好话 让我替共产党 讲一句好话 说你怎么 这样敢替共产党 讲好话 为什么我不敢 当共产党 做了好事的时候 或者说 他没有做 那个坏事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不把 不把真相 把它澄清出来 谁说共产党 不许别人讲话 我抓一本书 给你们看 谁说不许 共产党讲话 毛泽东文基 当然你们会笑我 你在打着红旗 反红旗 其实不是 我给你们看一段 蛮有趣的 这个段你们可能都不看 这个我点一段 给你们听 我们游写同志 听不得相反的意见 批评不得 这是很不对的 有了错 一定要自我批评 要让人家讲话 让人批评 不负责任 怕负责任 不许人讲话 老虎屁股摸不得 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 十个就要十个失败 人总是要讲的 做你老虎屁股摸不得吗 偏要摸 今天我在这儿摸了老虎屁股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 是老虎让我们摸他屁股的 这话你怎么讲啊 今天你们以为我在谈自由主义吗 我今天跟大家做一个重大的宣誓 我只要放弃自由主义 为什么 我告诉大家 从十八世纪 十九世纪以来 人类所梦想追求的自由主义 那种追求方法 都是这个自由 那个自由 可是大家忘了 自由主义最重要的 刚才我说过 第一个层面 是你心灵能不能解放 如果你心灵是正成功式的 那你会把你自己困死 把你死掉的妈也整死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这个心灵开放是重要的 这一部分自由主义 叫做反求诸体 都是你自个儿的事情 你自个儿没有一个改革开放的自己 永远困扰自己 所以我说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没有人想做 因为太痛苦了 因为太难了 要有很高的文化水平 才能做自由主义者 所以自由主义这一段 叫做反求诸体的 反求诸体成功了 我自己才知道 我不是正成功 我可能是这个 牙马里面的那个窑子 那个卖东西的窑子 就是我是处女 这是一个重要的自由主义的部分 那一部分在什么呢 就是跟政府的关系 就政府老是限制我们 我们人民对政府的关系 有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 你们北京话还好吗 有我好吗 大家说 乡音未改 我没改 可能你们已经改了 为什么你们改了 北京变大了 很多三合校 这些地方的声音 混到北京话来了 所以你们讲的 没有我讲的纯 我告诉你 人民跟政府的关系 第一个关系 就是政府这么坏 我不要活了 我嗝了 什么人嗝啊 你看 屈原就是政府不好 我嗝了 辛亥革命以前的 养赌生在英国跳海 就是我嗝了 我不要活了 这有名的一个英国的故事 一个英国的议员 叫Aster Aster 这个女的 她跟另外一个议员 有名的 叫做丘吉尔吵架 Aster说 你太可恶了 如果我是你太太 我就弄杯毒药给你 这丘吉尔说 如果我是你丈夫 这个毒药我就喝 这就是 我不要活了 有你这种太太 我不要活了 所以政府跟人民的关系 第一个关系 就是说 你政府太坏了 我嗝了 我不想活了 薄一输妻 最后饿死在守阳之山 就是 嗝了 第二个感觉什么 是我嗝了 什么嗝了 就跑了 撒压子就跑 为什么嗝了 我玩不过你 孔子说 威邦不入 乱邦不拘 我走了 我去做美国人了 我不要跟你们在一起 在座的我的女儿 李文 海底里 就是这种 内心的人 第三种呢 第三种是什么 嗝了 嗝了 第三种是嗝了 什么叫嗝了 有一个台湾人 他住在北京很久 住在雍和宫附近 讲了一口精骗子 他到北京大学来做客 副校长呢 他们也教育过他 叫做林云 是个妖孙 他在达陆基里面 你给他通电话 达陆基 他说我是林云 我不在家 等会儿 这个达陆基 嗝一响 你就开始录音 你要告诉我的话呢 你就把它录进去 就是嗝了 什么叫嗝了 嗝就是说 你找不着我了 你找不着我了 我冒起来了 你要找我 找不到 就中国的标准里面 是做隐士 就是在 嗝了 叮了 就是嗝了一种关系 就是我藏起来了 祝国亮不就是 得了吗 可是刘备找着他 是吧 所以就不得了 就是这样 第四种什么 第四种 怂了 什么叫怂 小时候我们在北京 斗蛆蟆 斗蛆蟆 就蟋蟀啊 用那个老鼠 那个胡子 斗他 斗来斗去 一个蟋蟀 打不过另外一个了 你怎么逗他 他都不打 就怂了 怂了就是 蔫了 我怕你了 我不跟你玩了 就是人民对政府态度 我怕你 我不跟你玩 我不跟你玩 第五种什么 第五种就是 翻了 怎么翻了 我火了 我跟你干什么了 我气生气了 什么时候会翻 什么时候会翻呢 我告诉你 人民忍无可忍的时候 再找到一个 几个眼的题目 就会翻 在1932年 美国就发生这么一件事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很多美国军人打死了 1918年世界大战结束 很多兵回来了 被打死 跟政府说 要钱 赔我们钱 政府说 你们现在年轻力壮 现在不给 到1945年 你们老了 再给这个钱 大家一听说 也好 结果 1932年 美国发生 经济大恐慌 出事了 这些老兵 憋不住了 跑到华盛顿广场 大家集合 由早到晚 由日到夜 由今天到明儿 都不解散 中央政府广场 被占领 好说 歹说 就不解散 所谓爱好人权 尊重人权的美国人 他们干什么 开出坦克车 一个将军 叫做 麦克阿萨元帅 下边带着一个少将 叫做巴顿将军 巴顿将军下边 带着一个少将 叫做埃森豪威尔 开什么 开枪 放毒气 坎克车冲出来 多少人死掉了 为什么 政府不能忍耐 人民在他的中央政府的广场里面 盘踞不去 说这种情形 是美国的情形吗 是吗 不然 我给大家看看一个资料 大家看 这不是小超 这告诉你们 这是什么东西 这就是当年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 讲到怎么样的开枪 你们看不清楚 没关系 反正证据在这 一会主任校长 你们可以证明 这是真的 真玩意 掺这个表 1932年 美国群众在中央政府盘踞不去 政府开枪 1953年 德国 群众盘踞不去 开枪 1956年 匈牙利群众盘踞不去 开枪 1968年 捷克 群众盘踞不去 开枪 1970年 美国又来了 又开枪 1970年 在美国 Kindy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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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枪 你们看到那个有名的画片 学生躺在地下 流血 一个小女孩在哭 得过普利兹的新闻奖 就这样 全世界任何政府 在这个时候 都是娃娃蛋 开枪对不对 当然不对 可是我们作为人民的要想 逼他开枪 相顾了 局面造成了 我们逼他开枪 我们要不要反省 我们为什么这么笨呢 太笨了 说有什么聪明的方法呢 我跟大家 什么聪明的方法 人民对政府不满 刚才我讲了 那五个样子 那五个情况 都是消极的 就是 消极的方法 你不能够把政府摆平 你自己跟着受害 说我们争取 言论自由 我告诉大家 没有人比我李奥 古往今来 争取言论自由 最多的人 我写过一百多本书 有九十六本被查禁 全世界 古往今来 古今中外 有没有一个人 这么有耐心 弃而不舍 写了这么多禁书 而有这么一个 王八蛋政府 就盯着他不放 查进来 我把我被查禁的书 书名 出版年月 被查禁的号码 被查禁的罪状 一类了个表 你们看看这个表 被查禁的表 就多长 你们看 中国人讲著作等身 我长的个儿啊 高得跟我的书啊 一般高 住的等身 当然 五大狼人最容易 住在等身 我这个表 已经超过我的身高了 能证明什么 我坐牢 就坐牢 你们说 你有抱怨 你抱个屁怨 抱什么怨 有种写文章 干 你这官员党不满 写文章给他干 大不了坐牢 坐嘛 你们不愿意 为什么 聪明了 觉得你里要傻 那么多年老坐着干什么 为什么 我们现在知道 有种觉悟 我告诉大家 我这书 写了这么多禁书 并不能卖啊 写了以后 就被抢走了 怎么办呢 在二区道 三区道 一百区道 地摊上 跟那些黄色书刊 一起卖 为了一起卖 云雾混珠 所以我出的书 都是来个屁股 你看 都是这样的 看起来很凉快的 就是这种书 我的读者 根本不是我的读者 他是买黄色书刊 买错了 就变成我的读者 所以我的读者里面 有些人是色情狂 你们有没有 我不知道 是在 我在来的那个地方 有这种现象 我告诉大家 写 严连自由争取以外 是这个下场 那么我们 革命啊 相语可以这样喊 楚霸王这样喊 你不能这样喊 李自成也可以这样喊 你不能这样喊 为什么 像于楚霸王用的武器 李自成用的武器 跟统治者差不多 你有一把刀 我有一把刀 你一把炸枪 我一把炸枪 差不多 现在全世界任何政府的统治者 他来了 机关枪 哒哒哒 弹个车 咔咔咔 怎么样 一点招都没有 输了 所以我说 人民要聪明 争取自由 要靠智慧 大家看我那本小说 写北京发源寺 今天下午 我要去发源寺去看看 从来没去过那地方 为什么没去过 能把这个小说 写在神龙火线 这就文学家嘛 就干这个的 我讲过心里话给你们听啊 我一回头看 除了我们的刘长乐老板以外啊 主任跟校长啊 都不太笑 我一回头看 就点紧张 他们不算本领 我告诉你 我在内地 最佩服的一个人 丁大官人 叫丁官根 丁官根 你跟他讲 你跟他讨论问题 绝对不笑 连绷着 一路绷到底 我觉得 我真的佩服 中国历史上有个人 就是丁官根 一样了不起的 叫包工 包工特色 就是不笑 所以宋朝人当时的谚语说 包成笑 黄河清 包工笑的时候 黄河都不拙了 学得清了 不可能的事情 我今天要谈言论自由 大家怕这玩意儿 其实有什么好怕的 我讲个举例给大家看 什么东西要开放言论自由 会更安全 今天 我今天在这儿啊 就是我最要 最要讲的一句话 就这句话 北欧 瑞典人 那些丹麦人 他们是全世界性开放最早的 那时候有A片 你们偷偷看过A片呢 小电影啊 丹麦开放A片的那一年 全国的强奸 强奸的这个犯罪率 减少了16% 不强奸了 看这个A片就好了 同一年 全国的那个偷看人家洗澡 这种窥视 偷看女生洗澡 当然女生也可以看男的了 减少了80% 但是不可思议 按照我们的标准 一定 这是有伤风化 破坏民心士气 我所佩服的一个将军 他他个儿啊 叫他许世友 以前南京军区的司令 南京军区不准看《红楼梦》 他说《红楼梦》那个书啊 是掉膀子的书 不能看 现在为什么不看《红楼梦》 就以为我们思想会干净呢 现在告诉大家 瑞典的统计数字 告诉了我们 强奸犯减少百分之十六 偷窥狂减少了百分之八十 当你开放小电影的时候 大家整天看 系统平常 反倒没事了 言论自由本身 就是这么个玩意儿 我在台湾 搞了这么多的年 这么多年的言论自由 结果怎么样 整天查进我的书 说你得要传货 影响明星时期 现在看到什么 书不尽了 我的书不尽了 可是呢 也没事了 我拿张照片给大家看 我手指着一个老头子 这个老头子前一阵子还来到北京 他是国民党的上将 叫做许立农 当年做总政治部的主任 干嘛 专门查进我的书 老乡好 后来变成好朋友 我这手指着他 好像在清算 那个贫农啊 在清算那个地主一样 这个人指着他 在骂他 后来他向我道歉 公开场合向我道歉 他说我们发现 不查进你这么多书 也不会亡党亡国 也不会 所以今天 我们大家要聪明到知道 有些言论开放了以后啊 是火山一样的喷火口 让他喷出去 言论自由 就好像看小电影 看A片一样 让他讲了 让他骂了 让他说了 让他老虎屁股 让他摸了 没什么了不起 我认为 这是今天 我们的国家领导人 最该知道的一点 可是今天他们知不知道 还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 为什么柯林敦讲演 现场全体 全国的播出 为什么连电的演讲 现场全体播出 我李奥在这儿 为什么要想想看 在播出 看看毛主席的词 好像又在打着红旗反红旗 翘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带到山花烂满时 带到山花烂满时 他在葱中笑 花都开了以后 我在花里面笑 可是我告诉你 毛主席的真相 他的第一次原稿 不是这样了 他第一次原稿 不是说 翘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带到山花烂满时 他在葱中笑 原稿在这儿 大家看 翘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带到山花烂满时 他在旁边笑 他不在里边 他是个旁观者 旁观者变成在中间 大家知道什么境界呢 你们看王国维写的诗 人间词画 有我之境 有无我之境 现在女孩子穿的袜子 是裤啊 一下子套上去了 以前女孩子穿的 叫玻璃丝袜 玻璃丝袜 套上去以后 在大腿中间 还有个吊挖袋 吊住他 你把玻璃丝袜 送给美国人 美国人好高兴 哎呀 我有全世界 最好的玻璃丝袜 你把这个 同样一种袜子 送给法国女人 法国女人说 我有了全世界 最漂亮的大腿 他把袜子 穿上去了以后 他跟袜子 厉害 结合在一起 所以他有了全世界 最漂亮的大腿 那袜子 没穿上以前 是我有了全世界 最漂亮的丝袜 你有了全世界 最漂亮的丝袜 就是 他在旁边笑 丝袜 套上大腿 不是毛主席大腿 套上大腿 就是 他在 风中笑 今天 我来到这 香港一句俗话 叫做 不是猛龙 不过江 我过江来了 我敢来 我是个自由主义者 我敢 骂国民党 敢骂亲民党 敢骂老美 敢骂小日本 今天我来 不然是骂人 我也捧人 我捧了北洋军阀给你们看 我告诉各位 那个时候的北大 怎么样对待政府 教育部 公文来了 退回 不看 拒绝 北大多狠啊 教育部公文拒绝 教育部的送来钱 钱来了 钱是收下来 现在的北大 太闹了 在我看起来 太闹了 什么原因 怎么样可以不闹 我们的书记 站起来 我们的校长 站起来 登高一书 像我们以前的老校长 马英初 不就这样吗 北大 马英初 干了九年的校长 在国民党时代 被关起来 被转禁 后来 在北大做校长的时候 本来一开始 戈兰尔航 跟毛泽东 毛主席 感情好得很 为了人口问题 两个人看法变了 马英初说 中国人这样生下去 我们都不得了了 我们的财富都给 升掉了 都给吃掉了 毛主席说 人多没关系 人多好办事 结果毛主席赢了 大家都 马英初 马英初 从校长室 大家贴大字报 贴海报 逗他 一路逗逗逗逗 逗到马英初 那个床呢 门床 床前面那个墙 都贴满了大字报 来逗他 可是马英初说 我不在乎 我要孤军奋战 我要干到死 结果马英初没死 马英初活了一百岁 别人都死了 他还活着 这就是北大精神 北大的教育 所以我说今天 从北大开始 虽然毛主席说 北京大学 持浅王八多 是不是 说北京大学 妙小腰崩大 持浅王八多 如果多几个王八 也不害怕 我的讲演 其实讲不完的 可是今天 重点 我的意思 大体上就说在这儿了 这些书啊 你们懒得看 我告诉你 我看得惊得不得了 熟得不得了 念一段 周总理的话给你们听 念一段给你们听 你们见识见识 看到没有 人民大众 是有充分的 思想自由的 只要 其他思想都可以存在 言论 出版 集会 结社 都是毛泽东 最正确的思想 当然要讲 不讲这些 别的思想 我们也允许 它的存在 所以今天 为什么我要替 共产党讲好话 大家口口声声说 共产党 一党专政 不让人讲话 是错的 是一部分共产党 把毛主席 周总理的 那个根本的精神 给他过分紧缩了 才有今天的现象 所以我跟大家说 共产党 有它 自由的成分 过去被打压 是一个错误 所以我们总觉得 共产党是一党专制的 是错的 我们必须说 整个的原因 出在原来的马克思 又来了 出在那里 可是现在我们知道 要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我请大家问问 社会主义不够啊 为什么想要加个 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不够啊 不灵了 可是不灵了 说不出口 加了一个帽子 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不是吗 我告诉各位 你们都不看 毛文集 毛选集 都有这段话 就论了十大关系 毛泽东最重要的一篇文章 最后的一段话 你们听了 绝对会惊心动魄 我念给你们听 那些骂我们的 像龙云 像梁处明 我们要把它养起来 养着他们骂我们 让他们骂 骂得无理 我们反驳 骂得有理 我们接受 这对党 对人民 对社会主义 比较有利 毛泽东思想里面 有一部分 是真的懂这个道理的 结果我们把它 两个凡事化了 把这一部分的毛泽东 我们得忽略了 还有一个毛泽东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我念给你们听 共产党是历史上发生的 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 都要在历史上消灭 因此共产党 总有一天 要消灭 不许鼓掌 不许鼓掌 共产党总有一天 就是要消灭 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吗 我看很舒服 共产党 哪一天不要了 我看实在好 我们的任务 就是要促使他们 消灭的早一点 什么时候消灭 国民党的一个大员 叫戴纯贤 他说周朝人统治 八百年 我们国民党统治 至少一千年 结果国民党 个儿了 共产党 到今天 还存在 我愿意他 大家注意啊 我里要说的 存在一千年 那跟我们是什么关系 共产党将两手策略 一手软的 一手硬的 抱住我们 我们也抱住他 他让他活一千年 我们抱着他 共产党不是 愿意为人民服务吗 我们就是人民啊 让他为我们服务 星巴达七行妖岛 就是天方夜谭里面 那个故事 星巴达过河的时候 忽然一个老头子 扑一上 爬他背上去 掐着他脖子 爬上去 干什么 让你背我 你跟着我走 结果呢 星巴达怎么样甩他 都甩不掉 你要照顾他 你要养他 各位 我坦白告诉你们 我们希望共产党 活一千年 我们在他背上 一千年 抱着他 贴着他 哄着他 赖着他 奴役他 让他为我们服务 有什么不好 好 我们要打 我们不服气 我讲过 玩言证自由 你们玩不过我了 要革命 你们玩不过 坍个车 不要再走这条路 说我们不搞这些 那搞什么 我们去 我们去 嗝了 去颠了 去嗒了 去怂了 然后去翻了 用这种无畏的情绪 不健康的情绪 在家里生分器 拍桌子 甩板凳 是错误的 我们要跟共产党合作 只是他们人太多了一点 现在共产党是 六千九百万 比台湾人口多三倍 太多了一点 可是没关系 你们要放弃自由 你们都共产党 我们欢迎 可是我们 还有老百姓啊 十三亿人口 跟六千九百万比起来 是十九比一啊 十九个人里面 有一个是共产党 我们广大的中国人民 要干什么 我们放弃 放弃过去那种念头 就是我们要打天下 我们要跟你做对 要反政府 我也做落伍的观点 为什么呢 为什么落伍 因为 没有可行性 人民会吃亏 共产党说 下一代的人比他聪明 下一代的共产党 很聪明 我看到胡锦涛 我李奥这些小老弟啊 他们真的很聪明 可是不要忘了 我们也很聪明 这个时代 对我们也很有利 大家都忘了 当年的威尔逊总统 他就看一本书的时候 看一本圣经 要跑去向人家借 林肯更惨 还要向人家借 我们中国的宋联 要走几几路 才能借到一本书 像我们的王冲 要在书店里看书 才能被死背 为什么要死背呢 因为没有钱买书 所以宋朝的王安石 他的儿子叫王庞 打乒乓球 那个庞 上面是个雨 雨水的雨子 下面是个方子 王庞 王安石跟他的好朋友 刘功夫说 我儿子是神徒 看书一遍就看会 刘功夫说 哪家儿子看两遍啊 都是一遍看会 为什么 需要有那高度的智慧的人 才能念书 今天 我们就是这种人 你们北京大学 就是这种人 各位想想看 等一下我把我爸爸 在北大的文凭 给你们看 我要送给校长 送给主任 那个时候毕业 1926年北大毕业 365个人 今天 上万 三万 对不对 六万 刚才三万 你们需要这么多人 大家想想看 我小时候 一个中学生 后面跟着 四千个文盲 我爸爸是北京大学的学生 你知道 多红了 多吃得开 可是 我们想想看 今天你们的责任是什么 就是背后有这么多的人 他们在竞争上面 竞争不过你 本来你们都是 第一个 从出生就是胜利者 父亲母亲 受胎的时候 是两亿 三亿的精子往前跑 最后 除了双胞胎以外 一个人 一个精子 中标 才出了我们 对不对 你们一开始赢了三亿 这次又赢了十三亿 所以到了北京 大学 不要忘记你们的责任 不要要以为 做资料汉就完了 不要以为 到了美国 得了博士就完了 我再讲一遍 大家可以看到 李文就是典型的历史 到了美国 得了博士 得到什么 会失落的 所以我跟大家说 我们要拥抱共产党 尤其拥抱在他背上面 共产党不喜欢笑 共产党太严肃 共产党钻着脚 共产党会把毛思想 做狭窄的解释 我们把它放宽一点 这就是我今天的 主要目的 我讲这个言 很多人提心吊胆 包括我在那 人家说 你到大陆来 要不要看长城 我说我可能 没上了长城 先进了秦城 别再没事 就告诉大家 今天 人心大坏 形势大好 人心坏掉了 我告诉各位 我到台湾的时候 台湾人排着队 干嘛 纳税 我说我们交税都逃税 怎么你们还排队呢 当了兵 还要放鞭炮 清除当兵 我说我们是逃兵 你们怎么这么老实呢 台湾人变坏了 我告诉各位 你们要听真话吗 大陆人也变坏了 已经不是我以前的大陆人了 为什么我说我不伤感 我不能伤感 我看到的北京是什么 北京 我到个店里去的时候 他看似我 知道我买不起 这些东西 他会倒杯茶来给我 那彬彬有礼的北京 已经没有了 现在是处处设防的北京 我认为当你对人处处设防的时候 人没有信心了 人变坏了 今天我做个样板给大家看 我捐了三十五万人民币 给胡先生要求 给胡适在北大立个铜像 就是告诉大家 当年我们那样子打击胡适思想 其实胡适思想 似乎最温和的 对我们是有利的 现在我们开始知道了 那个铜像给他 可是当年胡适 在我穷困的时候 送过一千块钱给我 我今天用了三十五万人民币 相当于一千 一百五十万台币 相当于一千五百倍 来还胡先生这个人情 大家知道吗 你们是这种人吗 你们不是 你们可能有点钱 可能舍不得 觉得这个铜像不花也好 我花了 十天以前我离开 看到高金苏梅 去联合国 对日本人 宣布日本人的可恶的时候 我还送了他 一百万美金 一百万台币 各位想想看 不要以为我李奥有钱 我李奥是在所谓台湾的立法委员 大家知道我在坐计程车吗 对我而言 真的做到了 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赢 卫武不能趋 还有最后一项 时髦不能动 我敢讲 真的话 谢谢各位 你先来坐一下 谢谢 谢谢李奥先生 下面是提问的时间 有同学和老师 要对李奥先生提问的 请举手 有工人把话筒递下去 中间的那个男同学 对 谢谢 这边好 等一下我把那个文件 捐给你 你坐着 你坐着 你腿不行 站不住 坐这儿也行 我那个文凭在包包里 你给我坐上 不好意思 站开 坐不住了 我再 我们再 手下手 可以提问了吗 刘先生您好 您好 你好 就是那个 你好 你好 我来自政府管理学院 因为您这次来大陆 是一次神州文化之旅 所以我的问题跟文化有关 我看过您的传记 直到您年轻的时候 曾经写过万字以上的长文 来主张中国的文化要全盘的西化 那么我不知道过了几十年之后 您现在是否仍然持有这种观点 而且您的望年交之一 也是我们非常尊敬的学者 钱穆先生 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却是非常推崇的 所以我的问题可以总结成一句话 就是您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应该是什么样的 是我们要继续的全盘西化 还是说保留原有文化的基础上 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 或者说还有其他的道路 谢谢您 谢谢您 你刚才谈到钱穆先生 我认识他 我在中学生的时候写信给他 纠正他的错误 他就是当年燕京大学的校长 我是教授 你们都受了他的影响 为什么呢 因为燕京大学有一个湖 叫做卫明湖 卫明两个字就是钱穆起的 所以卫明湖就是钱穆 当时我谈到 刚才你谈到这部分的 所谓全盘西化 这也算是一个 我们现在在政治正确里面的 一个罪名 就是不可以搞全盘西化 可是我必须说 我们必须承认 我们是在全盘西化中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马克思 马克思就是全盘西化 因为他全是洋玩意儿 这就是我们无法完全避免 国防部 你就问曹刚川部长 一定是 他现在不会在搞什么刀枪剑机 不会了 一定都是现代化的武器 这都是西方的玩意儿 当时林泽徐在鸦片战争以后 他被发配到新疆 在路上他写封信 给他的一个好朋友 说这个信呢 你不能发表 信里怎么说 他说 关公跟岳飞来了 都打不过英国人 为什么呢 因为英国人打我们 他炮打过来 我们被打到了 我们打他 打不倒他 甚至看不见他 这种武器的娴熟 关公岳飞来了 关岳束手都没办法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全盘细化的原因 过去为了政治的原因 特别强调 并且挖苦 并且打击全盘细化 我必须说 现在可以缓和一点了 李敖先生您好 我是北京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 欢迎您到北大来 我想请问李敖先生 您作为一位 具有独立精神 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 与大众传媒的合作 是否影响到了 您思考的独立性 谢谢 谁影响谁 不错 我跟人家合作 人家会对我有所交雇 或者有所在双方合作之后 会考虑到对方立场 不过我必须说 刘长乐先生是个怪人 他有一个招和一个本领 就是我们打球一样 打那个擦边球 就是很多话 我们认为不能说的 他能够很技巧的 让他说过去 而不出事 这我觉得这是了不起的 毕竟我告诉大家 争取言论自由 就是要用这种方法 就是你要说 说到别人能够听得进去 中国一句老话叫做 情与信 而词与巧 情就是你的感情 你的事实 那个是真的 拿出来是真的 可是词与巧 要表达这些 感情和事实的时候 要讲究技巧 不是硬邦邦的 不是说 打倒共产党 不是这样 我要抱住你 还有哪一位 好 在那个中间的男同学 对 那个戴眼镜 对对对 李奥先生您好 是 非常荣幸 有这个机会给您提问 就是在 今年的早些时候吧 然后 那敏维芳书记 就是曾经提出这样一个观点 就是说 对于那种 大概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 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 对于有反共言论的那些老师 应该清除课堂 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然后 我想问您 对于这样一个观点 有什么评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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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没听清楚 所以我要请校长帮我打个小抄 我觉得 作为大学 一个特色 什么言论 都敢接受 说怎么可以交反动言论呢 怎么可以有反动言论 上课堂呢 我告诉各位 医学院里不也交癌症吗 癌症也 这课我们也要上嘛 所以我认为 把它当成癌症来看 而享受招来 把它解决 是很重要的 这是我的一个 小的看法 所以我认为 在大学里面 没有什么说是 可以害怕的 不能讲的是不正确的 这边的这个女同学 对 女同学 对 李奥先生您好 我是北京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老师 我相信您已经看到 北大学生 北大师生的热情了 我非常关心一个问题 就是 您下一次 什么时候来北大 我来干嘛 你叫我来干嘛 您希望以什么形式 与北大师生交流 现在不在交流吗 您下一次 什么时候 能够来北大 您希望以什么形式 与北大师生交流 当胡锦涛 请我做北大校长的时候 我就来了 谢谢 好的 那个中间穿这个 这个红毛衣的这个同学 男同学 对对对 起来了 李奥先生您好 我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 我想问您一个有关两岸关系的问题 因为前不久 国民党举行了党主席的直卷 那么您在选举的前夜呢 在王金平的造势大会上公开表示 您不支持马英九作为国民党党主席 我想请问您 在马英九已经当选国民党党主席之后 您认为他的政策会对两岸关系有何影响 您对两岸关系的稳定和平发展 有没有信心 谢谢 我来北京 什么责任也不负 就是笑嘻嘻的来拉选票 很多票也就这样给他了 所以我们认为能够做事的人是很重要的 摆个小缆带到处跑是不好的 所以我认为马英九他干错行了 他应该去演个电影或者做歌星都比较好 至少变个大色狼也比较好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 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给这位先生吗 穿红衣服这位先生 李奥先生我非常尊重你 我也对你刚才那样 就是说马英九先生 我觉得的话像不太公平 我想问一个文化的问题 你是怎样看待中国的屈原文化的呢 屈原文化与北大的精神有什么关联呢 谢谢 屈原 那就是典型的例子 我刚才讲过了 屈原就是属于我对政府不满 可是我的表达方法就是第一类的 我嗝了就是那个 你还是我听错了你的话 有没有 就这样子 所以我认为那是个弱者的表达 现在的人类要有 不是弱者的表达 要是用清醒的 理性的 并且快乐一点的表达 让我最后讲一个例子给大家看 我们都选了王恩石 王恩石是在中国的银县 就浙江宁波做官 做官的时候呢 他的小女儿很可怜 死在那刃上面 后来他调差了 他临走的时候啊 当一半天晚上划个小船 到对面的坟上面 给他小女儿 随鼓外 后来写了首诗 最后说 今夜扁舟来绝乳 今天晚上我坐了陈水扁 那小鬼的船 来跟你说再见 死生从此各西东 从此我们见不到面 什么原因 再也回不来了 为什么 回家乡好难的事情 大家看到唐朝人的写诗 写了四万首诗 几乎有一半 几乎有一半 都是 天上明月光 仪式地下霜 几头妙芒明月 低头四故乡 都是四故乡 为什么四故乡呢 因为故乡对他们 太遥远了 太难得了 为什么我现在 我说我了 我不怀乡呢 我在台北 现在说明在先 我这次回来 说 不是怀乡 没有乡愁 不是近乡 没有情怯 不是怀乡 没有衣紧 不是林黛玉 没有眼泪 为什么我要这样 好像我没有相仇 不是的 因为实在不该有相仇 这是个错误的情绪 屈原 是个错误的情绪 它对政府 是个错误的态度 我希望我们 有一种健康的 快乐的态度 来开创我们的未来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现在 请北京大学校委员会主任 敏文芳教授 向李敖先生 赠送北京大学的纪念品 首先是演讲纪念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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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北京 他们要照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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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样纪念品 是北京大学出版社 刚刚出版的 如葬 精华篇 四书类 论语署的第一卷 下面是北京大学 这个档案馆搜藏的 李鼎怡先生 当年在学习时候的一个学籍照 我们把它转给李敖先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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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照 毕业照 谢谢 谢谢 下面还有 还有 还有 还有请我们北京大学 档案馆搜藏的图片资料 增送给李敖先生 请他转交给李敏女士 李徐女士和周克敏先生 他们今天也在场 谢谢 谢谢 您的父亲 姐姐在北大读书的时候的照片 谢谢 那姐姐 爱你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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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样礼物是北京大学出版社 新晋出版的儒藏精华篇四书类 论语署的第一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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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藏 儒藏 直接一本 刚刚编出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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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呢 后天是首发式 由于今天这个李敖先生演讲 我们提前送给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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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也就 李上晚还 所以我也带了一个东西 就是我 用你们的北大夹子都包好了 这是我父亲在1926年北京大学毕业时候的毕业文凭 这个文凭 都到学生手里了 学校应该都没有了 所以我希望这个文凭能够放在北大的校使馆里面 这个文凭代表 文凭代表什么 它上面没有照片 上面有印花 交税 交税 可是没有照片 别人就可以冒充 为什么可以冒充 那时候人 比现在好 所以我说人心大坏 就这个样 当时人 相信人 没有照片 就给文凭 现在不行 给了文凭还要盖纲印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可以去大家见识见识 这个北大的文凭 是 这就是北大的文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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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送我的礼物啊 都买得着的 我这个买不着的 这上面这一行 给大家看一下 上面这一行就印花 交税 纳税 然后北京大学 毕业证书 学生李鼎一 吉林省福渝县人 县年28岁 毕业那么晚 在本校国文学系 休业完毕 考试成绩及格 准与毕业 校长蔡延培 代校长是 蒋梦林 1926年 谢谢 谢谢李奥先生 谢谢 各位来宾 谢谢 最后给我一分钟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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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向校长 要一分钟 大家很高兴 我给大家看一个 凄凉的画面 跟我爸爸 同班同学 有一个人 叫做王兆民 今天 他的女儿 就在现场 我请他上来 给大家看看 王大姐 上来给我们看看 来来来 王大姐 上来上来上来 大姐上来上来 有困难吗 有困难吗 你们 我说他 他是我爸爸 同班同学的 女儿 你们不觉得 奇怪 当我说 他是王妃的姑姑 你们就觉得 有趣了 他就是王妃的姑姑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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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嘉宾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李敖先生 北京大学演讲会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以上就是 李敖先生 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会 那么这是 李敖先生 在北京三天的行程当中 非常重要的 一个中头戏 今天的演讲会 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那么在最后的 提问环节当中 学生们大概 分析问六个问题 当然当中也包括了 最主要是在文化 还有李敖先生的思想 那么他对于 中国现在的走向 是不是应该 全面含星化 等等的问题 李敖先生 都有一些简短的回答 那么待会儿 李敖先生 在下午的时候 会到北京的法园寺 他曾经写过 北京法园寺 这本书 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但是他一直 没有到过这个地方 下午两点钟的时候 预计行程会到这地方去参观 那么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 他会到北京大学医学院里面 去看一个病童 叫做吴子游 他今年15岁 他自然跟李敖很像 曾经给李敖写信 所以李敖这次主动 希望能够看看吴子游 那么希望他的病情 能够早点好起来 以上就是李敖 今天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